很多零基础刚开始学葡萄都是这样画的 这样画的太过于简单 这样上色也不好看 今天老师教大家画一个好看又好学的青蹄 起行部分我们先画一个长方形 然后用铅笔切开它四个角 然后我们用弧度慢慢修饰一下 它的这个葡萄就出来了 第二个青蹄画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稍微加一点地坝修饰一下 橡皮擦淡一些线稿 用黄绿色勾一下起 右边暗部我们用黄绿跟橄榄绿去加重一些 上面灰部加重时流出青蹄的高光区域 用浅绿色涂抹一遍高光 然后调整一下画面就可以了 第二颗青蹄上面的影子 我们要用深绿跟橄榄绿去加重 左边跟右边也是一样的 记住流出高光区域 用点蓝色 我们把第二颗青蹄的高光涂抹一下 这样就会有了区别 用深紫色跟绿色 我们把地坝的颜色画出来 我们给这两颗青蹄加一些小水珠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生动 接下来我们把两颗青蹄的影子我们给它加深 影子颜色尽量用紫色加一点绿色去画 接下来我们调整一下画面 两颗青蹄的质感就完美呈现了 大家学费了吗 大家学费了吗